而齐心月唯一的女儿 却被继母所害 你知情却不说 才害得颜免丢失整整二十四年 你觉得 他们知道这些后 会饶了你 齐心月看着颜青云 她控诉她的这些罪名 企图用这样的方法 让她有所动容 但是没有 那件事 本也不是我做的 你说的话 谁信呀 我现在已经是 朝中从一品的大臣 便是责罚我 不过是罚我几个月的俸禄罢了 左右都是你这 蛇蟹心肠的女人 而你也是齐家人 为我选的几世 她们有哪来的脸 来责怪我呢 齐心月想要以此威胁她 她根本不受她威胁 这些事情 想要连累她 是不可能的 爹 这可是陪伴你四十年的人呢 你难道真狠地下心 致她的性命于不顾吗 颜真真看着颜青云 她似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父亲 是这么的绝情 整整陪伴了四十年 就真的这么无情吗 颜志远也看着颜青云 虽然没说话 眼中透露的眼神 也是在等颜青云说话 心思被看穿 齐心月心虚地垂下眼眸 你们真的了解你们的母亲吗 既然容不下一个诱饵 又为什么要答应齐家要求 享受着齐家给予的不菲条件 她又做了什么呢 会让五岁的小儿 在冰天雪地发展 会悄悄让丫鬟 往五岁小儿的被褥里倒水 再污蔑她尿床 从而严苛地折磨 这下都是你们母亲做的事情 不知道她用那些钱财 是不是能安心 你们现在也为人父母了 如果你们的孩子 遭受如此对待 你们又做何感想呢 总说我对你们母亲无情 我要是无情 她能平安到现在吗 人活在世上 有选择就有得到和失去 成王白寇罢了 告知你的时候 你说你会处理干净 我可偏袒过半分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姐姐 现在已经嫁做人妇 不是她一条人命 是整整七条人命 你们娘要杀人的时候 可动过半分的隐忍 你心思歹毒 全无半点仁慈 所以连彻查清楚的耐心 都没有就动手了 你可知道 她早就失忆了 从被掳走之后就失忆了 再也记不起自己 姓慎明谁 家住何方 如果你查清楚了 何止于把自己的生路 也给堵死了呢 这一切的结果 都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七星月听着这一切 简直如遭雷击 她抬头看 严清云不可置信 老爷 你 你说什么 她失忆了 这 这肯定不是真的 哼 她岂止是失忆了 不但是失忆了 什么也记不起 连信都换了 她现在 只认她自己是赵氏 你担忧的一切 她根本想都没想过 她不想回来 只想过她安静平和的小日子 我们与她而已 就只是陌生人罢了 你要是查清楚点 事情会有很大的不同 你若是对她好点 她甚至会感激你 你的儿子若仕途 有我扶持也走得艰辛 你的两个孙子 头脑也愚笨 你可知 她的孩子 是什么样 能够 你可知